好 因為我們今天真的是有點貪心排了非常多的議程 所以我們一點半結束之後的下一個議程中間就不會有休息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新亞自己自辦的論壇裡面 比較重要的第二個主題 就是當文資碰到開發 有爭議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也知道旧城區是一個 隨便一個怪手挖下去都是古蹟的地方 那我們也可以歷數的出來這幾年有哪一些案子 因為文資碰到了開發 所以就沒有辦法好好的繼續下去 譬如說成功國小的操場要挖成地下停車場 那也因為挖出了清代的移構 所以現在的庭安那邊還沒有辦法繼續做 因為要等評估過後才知道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很高興能夠邀請到兩位學者專家 來跟我們分享 第一位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侯志仁老師 那他會跟我們分享的是他自己在國外幾十年這樣 一方面大學任教一方面也進入社區工作 有哪樣子的親身的經驗 那第二位是我們的國度基金會其實就在隔壁 他剛剛走過來應該十公尺之類的地方 國度基金會的執行長 顏世華顏老師 那顏老師也是多年來就是在國度基金會 為台南的文資保存做非常多的努力 那相信大部分人在在地關心文資議題人也都知道國度基金會的重要性 那時間的關係我們是不是就先請侯志仁老師 上台跟我們分享大約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好 那個把握時間 這兩點中間 好 好 OK 好 那個非常感謝那個台南新亞的邀請 跟那個婉林的介紹 那今天也非常高興來到吳源 那個我記得很多年前有一場工廳會我也參與過 據說要在附近該停車場 後來好像擋掉了 那我今天被賦予的任務是要跟大家介紹一個西亞圖案例 那當然我們常談到國外案例的時候 當然不見得會適用在台灣 不過我還是把這個案例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覺得談到這個歷史保存跟城市 跟都市規劃 這個案例其實我覺得還滿有趣 因為它其實 背後的精神其實它是在做一個地方發展 它是從一個地方發展的角度 那發展是一個廣益的發展 它不是說開發那種發展 它包括人文 社會福利 教育等等不同層次的發展 那我會比較放在一個街區發展的這個尺度來看 這個案例比較是在那個神級 那當然在都市規劃的立體裡面 其實有更多很複雜的議題 那今天因為在時間關係 我就聚焦在這個街區發展的這部分 那我想跟大家談的一個概念其實是 就一個規劃的 都市規劃的一個角度來看 城市的發展跟歷史保存的時候 其實我們目前的保存工具其實是非常的有限 你用保存工具很難 你很難用 光是用保存工具來去做都市規劃的推展 那特別是一個城市其實是不斷在變化當中 你不能用一個凍結式的一個方式 來去處理一些很複雜的議題 當然就是說保存工具是很重要 可是你還要再搭配其他的一些方法 那西亞圖的這個案例的背後一個精神 就是它其實有個所謂的發展組織在背後 來做一個整合性的一個工作 然後來看哪些規劃工具是用在哪些地方上面 哪些保存工具是用在哪些議題上面 那這過程裡面也侵扯到所謂的公民審議跟公民參與 那這幾件事情其實是掛在一起來看 而不是分開來看 好 那社區發展組織這個資物 其實在美國其實有一段時間 從1960年代開始 因應了這個都市內部的蕭條 那資本的外流人才外游等等 需要靠一些外力來去刺激當地的一些發展 所以當時有一個制度就是所謂的社區發展法人 用這個非營利法人的一個組織來去推動街區的發展 所以他那個法人的工作裡面其實非常的多元 除了比如說有住宅的開發 特別是針對一些我們叫做afforable housing 就是可負擔的住宅 就是現在台灣比較常聽到的這些社會住宅 然後也包括在地經濟的振興 公共空間的一個整理等等 改善等等 那這個是資料有點舊 不過大概是數字應該還是差不多 就是目前在美國大概有四五千個 這一類型的社區發展法人 三部在不同的州裡面 那平均每年大概生產 大概有將近十萬戶以上的出台單位 然後更重要的是他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他的這個發展是一個比較廣益的發展 那早期比較有名的一個案例是這個 Betford-Stuyvesant Restoration Corporation 那他是在紐約的一個非常貧窮的一個社區裡面 透過這樣的一個組織 他僱用當地的人 然後來去整修社區裡面的老房子 所以他不僅僅只是在修房之類 他也提供非常多的就業機會 然後也讓一些可能過去沒有就業技能的一些社區居民 在這個過程之中得到一技之長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蠻多元性的一個社區發展的一個工作 那我過去大概20年的經驗在西雅圖 是跟主要是跟這個社區 就是我們的華埔國際區 那這個是從 剛好是從市政府上面看下來的一個景象 那我們這個社區其實是我們市區裡面算是最貧困的社區 那然後老人也特別多 而且大部分是亞裔的這個姓黎民 那同時他也是一個歷史街區 而且他是一個多元族群的一個歷史街區 所以他議題非常非常的複雜 也包括這個開始有些新的開發進來 所以在開發跟保存之間要怎麼取得平衡 是一個我們每天都要去碰觸的一個議題 那這個社區也有一個非常慘痛的一個過去 他曾經遭受到各種各樣的創傷 包括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們的日益的社區居民都被關起來 關到集中營去 這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然後來到1960年代的時候 那個高速公路把我們的社區 把它變成產成兩半 然後這個還沒有結束 到1970年代的時候 我們社區旁邊又蓋一個大巨蛋 就是一波一波的這個非常慘痛的這些經驗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特別是在70年代的時候 六年代的時候 很多第二代第三代這些移民 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開始去組織 那開始用一個比較有組織性的方式 去對抗一波一波的開發 跟不當的一些建設 所以在大巨蛋還沒有蓋完之前 我們就爭取到這個西亞圖市政府 把我們這個街區 把它訂定成為一個歷史街區 那這個歷史街區背後有一個審查的機制 就是透過一個所謂國際區特別審查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是總共有七名委員 那五名是社區選出來 就一票一票選出來 那五名裡面有兩個店家的代表 兩名居民或者是廣義的這個社區的成員 然後還有一位是 就是他沒有任何的特別任務 他就是在有一名這樣的一個席次 那另外兩名是這個市長任命 跟這個議會來做確認 那這兩名主要是專家學者 那所以社區裡面的所有各式各樣的建設 不管是老建築的修復或者是新的開發 全部都要經過這個委員會的通過 才可以再往下走 所以他的權力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那也因為他這個委員會 其實大部分是社區成員或者是居民 所以其實居民在這過程裡面 有非常大的一個發言的力量 那可是這樣子還不夠 就是說這也是我剛才講 就是說保存的工具其實是 就在一個整個都市發展的一個氛圍裡面 其實是他只扮演部分的一個角色 他沒辦法去處理跟開發有關 其他更複雜的一些議題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需要一個 所謂的發展的組織 社區發展的組織 或者說你不要加發展也可以 就是有一個社區組織 來負責一個通盤性的議題的整合跟推動 那所以在就是當時 當年在成立這整個機制的同時 也在1975年成立這樣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叫做 夏圖瓦布國際區保存與發展的管理機構 它是有點是半官方的一個機構 不過基本上它的運作是獨立 就是也是居民選出來的 那這個概念其實是 我這個沒辦法動 可以幫我弄下一張 還是它好像沒有電 OK 好 所以再上一張 所以它的宗旨其實是為了要保存 國際區的文化與族群特色 那它同時也 它其實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開發機構 所以它也做開發的動作 那可是它的長期目標是 為了要推動社區文化的保存 那社區文化保存也包括人的長照 就是那個文化其實是一個火的 不是一個死的 經濟發展 社區參與等等 好 又開始可以了 好 那然後這個其實背後 都是一個公法人的一個制度 那在西雅圖其實這類的組織還蠻多 大概有十幾個 那也不包括 也不僅僅只限於所謂 歷史保存的這個任務上面 它還有很多其他 比如說它去做交通建設 然後博物館等等 就是有些時候其實一些事物 用一個獨立的法人來推動的時候 會比較有助於整件事情的推展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公法人的團體的出現 好 那他們也可以對外募款 所以這個變成是他們每年都要做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具體案例 比如說這個Bush Hotel 一個老舊的過去的旅館 後來現在更新 變成是一個平價的公寓 那他們的這個組織總部 也在這棟樓裡面 還有這個社福的機構 就是一個新建的一個建築物 那裡面有社福機構 長照機構 等等跟這個社會福利相關的一些 這個服務團體都在裡面 那這是剛才那個是一期 這是二期 二期在對面就有住宅 有社區活動中心 有圖書館 一個綜合性的一個開發 那這一類的案例 它其實背後一個主要的精神 就是它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居民 可以安心的住在社區裡面 那所以它這個活的文化保存 不是一個純粹只是針對建築物的一個文化保存 那我們在華盛大學從2002年開始 跟當地很多團體 那個PDA也是我們合作的對象之一 那我們是用一年一計畫的一個方式 長期投入在一個社區的 跟社區的團體的合作 那透過不同的這些大小小的案例 去做社區團體的這個賠禮跟賦權 那所以就很多各式各樣的案例 大部分是以公共空間為主 那這是我們長期關注的一個焦點 那這也是跟當地團體做一個搭配 所以他們比較把中心放在這個住宅這部分 那我們就負責在推動這個街道跟公共空間的這部分 讓這個居民的生活是一個有個比較完整的一個配套 那透過很多這種參與式的一個工作方等等 來做社區居民它自身的這個能力的一個賠力 所以不只是組織本身需要有這方面的一個機能 那個社區居民的參與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還有很多其他除了一些大組織底下的一些小團體 也是我們長期合作的一個對象 那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也跟社區這個PDH合作 幫他們就是推動一個新的社區設計中心的一個推展 讓比如說我們在課堂上所提出來的一些構想 他們可以在日後可以繼續在追蹤 甚至去爭取這個預算 讓這些計畫可以來執行 那譬如說有包括這個兒童公園的改建 這個是一個改建的案例 本來就有公園 可是它使用狀況其實並不是很好 那有些治安上的問題等等 那我們就就是帶著這個社區團體跟社區居民 一起做參與式設計 然後蒐集各式各樣的意見 然後把這個公園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規劃 那也讓社區裡面有 就是說有更多服務可以讓一些家庭 比較可以安心的在這邊居住 那也有就是有些案例 那這個是一個大的一個斜坡 要把一個新的開發案跟舊的社區裡面 做個比較好的連結 讓這個舊的社區的一些店家等等 可以有更多的這個顧客群 從這個新的開發案可以安全的走下來 那說來銜接這個開發跟社區文化保存 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跟PDA合作多年之後 其實他們後來就變得比較主動一點 很多的計畫就變他們主動來進行 那然後也因為比如說他們裡面成員 其實很多是我以前的學生 所以他們不太需要我一直跟著他們 他們自己很多事情會自我會做 那這個像弄的一個振興的一個案例 就是他們自己在推的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也非常有趣 就一般我們在做這種地方環境改善的時候 其實會先從硬體開始做 那這個案例其實是顛倒過來 它是先從辦活動開始去活化這樣的一個巷弄空間 那比如說那個社區裡面很多老人家平常就會打麻將 我們只是把這個麻將桌把它搬到巷弄裡面來 那就很容易就活化這個社區的這個空間 那一般我們的這個社區其實也平常也有很多慶典活動等等 幾乎每一季都有一個大型的一個慶典 那我們就把這些活動把它給拉回到 拉到這個巷弄裡面去 那後來大家形成一個習慣之後 他們只要有活動馬上就想到說 可不可以去巷弄裡面辦 所以就有這些活動的出現 所以這個案例非常有趣 就是它其實透過這些 先透過活動來活化這個巷弄之後 然後再去爭取預算 大家有這樣的一個投入跟共識之後 然後再去爭取預算來做這個巷弄的一個改善 所以Idea Space在非常快速在它的前五年 就大概滾動這樣的一個資源 包括有超過美金三百萬的資金的投入 包括開闢新的公園 那個街道的整理改善等等 然後福爾大概有兩百多個以上的這個業主 店家等等 所以它在短短五年裡面 其實滾動非常多的這個資源 包括這個社會的資源 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網絡的一個紀錄 所以社區發生組織或是社區組織 它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聯繫的功能 聯繫也包括溝通 也包括資訊的一個分享 也包括長期這種合作跟互信等等 這些都是去解決開發跟保存的衝突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這些環節 所以這個是社會發生組織一個扮演所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然後從比較小型的這個案子開始 我們後續就開始往 有這些經驗之後 就開始往比較大型的計畫來做 那這個是我們千年才剛落成的一座 公園徵件的一個案例 那原本的這個範圍是在右邊這一邊 那後來我們給這個幾乎是正背 讓這個公園有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活動的範圍 跟它這個視角等等 那時間關係我就簡單秀幾張照片 這個是那個入口的一個意象 然後這個公園其實因為它位置非常的中心 所以它當時其實 國外過程其實非常的複雜 因為我們這個社區它是一個多屬族群的一個社區 那所以譬如說華人 就很堅持覺得說這個是一個他們華人的公園 那可是非必然他們覺得說 他們過去也在這邊曾經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 那其他族語又更不用講 他們希望這個公園是一個非常包容的一個公園 所以還好過去有這些合作的一些基礎 讓我們這個對話過程是 當然過程還是有些摩擦 不過最後還是順利把這個公園給推動出來 那國際區比較特別是它其實 一般的社區大概有一個發展組織就已經不錯 我們有其實有兩個主要的社區發展組織 這是另外一個叫做 Inter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那它其實歷史比PA又更久 它是一個比較民間比較草根的一個團體 不過它所扮演的重要性 其實完全不下於這個PDA 它也有這個住宅開發的這個功能 然後也有這個住宅的服務 就租房的一些服務等等 那還有青少年的團體 那個社區人樸 跟一些議題的倡議等等 那具體案例說這個MP Hotel也是 我們社區裡面非常的說 因為早期很多居民是來來去去 那而且是單身的一些 當時美國人只是開放讓這個男人進來 那所以很多人是來到這邊是單身獨居 所以那個變成就住在旅館裡面 那這些旅館其實都是我們社區裡面 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所以他們在保存這個旅館的時候 他們也會把一些文物給做一個保存 然後這些大部分是以做為這個平家住宅 為主要的使用的用途 那這個也是 那這一棟特別是他們做一個非兵人的一個文學家的一個 他過去的平生的一個記載 還有新的一些開發建設 所以除了原本的這個舊的住宅的修善之外 還有新的這個開發案 我們希望讓這個社區裡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居民 那有這個居民之後才有一個基本的這個經濟的一個基礎 那這張圖其實如果要知道 夏圖的那個霍華潤州的政治的這個 背景才不要了解這張照片重要一些 就我們這個社區其實它的政治網絡其實非常的發達 這個Bob Santo是我們這個組織的靈魂人物 就是最右邊的那一位 那中間有位女性這位是她的那個太太 那她其實是我們華州那個民主黨的那個參議會的那個黨變 所以她的那個權力的非常高層 那我們的駿長在這邊 然後那個其他的參議員跟眾議員也在現場 就小小的一個新的住宅開發案的一個開幕 就這些巨頭都全部都到齊了 所以他們那個政治能量其實是非常的大 好 那然後這些案子其實一直不斷的在推 就是社區裡面其實還過去因為 有很長一段時期的這個沒落 所以空地其實非常多 讓我們現在有許多可以去開發來做這個新的住宅的一個機會 那這些住宅主要是以這個我們叫做Workforce Housing 主要是讓這些工作的人在市區裡面 可以有一個比較平價的一個居住的環境 那所以這些其實對我們社區的發展其實也非常重要 有居民之後才會有一個經濟的一個基礎 也才會有真正有一個社區出現 那除了住宅發展之外 也比如說這個原譜也非常重要 特別是我們社區裡面非常多的長輩 這些原譜是他們平常可以去運動 可以去種菜 可以去跟朋友去交談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社區空間 那這個原譜也是 Interim 他們所經營的一個原譜 從1974年就存在 那這個原譜裡面主要是以服務老人為主 裡面也很多台灣老一輩的新移民 那比較有趣的是它這個原譜 原譜還是需要有這個經費的 還需要有人去看 還需要有資源來去維持 那這個原譜的這個資金來源其實是 是從這個公務底下的一個停車場 停車場收費 然後把它變成是這個原譜管理的一個基金 那 Interim 我剛才講 它的其實非常有這個 非常多的這個政治資源 所以它可以去跟州政府 要到這個地的這個管理的權利 然後來經營這個停車場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那個Logo在這邊 好 那我們之前也跟他們合作過幾個 街道改善的一個案例 那所以然後在這個 所以讓這原本是一個非常陡的一個街道 那我們做一些設計 讓就很多長輩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可以有地方可以休息 然後也放一些文化的一些 這個元素 歷史照片等等 就讓這個歷史不只是一些老房子而已 而是有很多多元的方式去呈現在社區的環境裡面 好 那所以這幾年下來 我剛到西雅圖2020年的時候 這個社區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頹敗 那很多空房子 那後來大概在五六年前 就覺得整個社區有點脫胎換骨的感覺 就是一些老房子也開始有人去修繕 然後像這棟就是 它完全是一個私人的一個開發商進來 然後去做一些整頓 那底下的商店也都有第二代 很多這些老的這個店家 開始他第一代退休之後 開始第二代第三代來接手 那他們這個第二代的經營方式 就非常的多元 就不是只是以前開餐廳 或者是什麼武術館什麼之類的東西 就比如說有咖啡廳 甚至還有這個玩電動的地方 還有那個跳街舞的 可以就是街舞的訓練班 西雅圖一個非常有名的團體 也是一個亞裔的一個團體 叫做Beacons 然後還有這個Coworking Space 所以它整個社區的活動 經濟的一些基礎等等 就因為有這樣子的一些配套 那開始有一些比較多元的一個發展 當然就是說因為特別是在西雅圖 因為亞馬遜的關係 還有很多科技業的關係 所以我們發展壓力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也有不斷有一些新的開發 要進到我們的社區裡面來 不過也還好就是有過去的這些經驗 包括我剛開始所講的這個 特別審查區的一個制度 所以很多這些案子 最後還是要進到一個公民審議的過程裡面 那甚至就是除了這些例行性的公民審議之外 我們還是可以去要求市議會來我們的社區裡面開公民會 然後就比較更充分的去反映當地居民的民意 那也讓這個市議員感覺到一些民意上的一些壓力 那開發通常開發商它主動會去做一些退讓 因為它不這樣子也不行 所以我們的開發我們的審議其實是開發審議 而不是保存的 不只是保存的審議而已 所以光是保存的審議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限 其實最重要的是那個開發的審議 那我就實際關係做一個大致的一個總結 所以基本上就一個 就我剛才這個講的案例裡面 所謂的社區發展跟歷史保存其實是 你可以看到其實是相輔相成 因為有的這個歷史的一個角度跟一個文化的關懷 所以它會用一個比較多元的方式去做街區的保存 所以它在街區的發展 那發展的這個推動過程裡面 它其實也在做一個文化保存 而且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文化保存 包括你去開發住宅 讓更多的居民可以住在這邊 那有人住的時候 它其實文化就可以再傳承下去 那我剛才也講到說發展組織的重要性 那我不知道 就是說在台灣可以玩出什麼樣的一個機制出來 不過至少在西雅圖的今天裡面我們看到說 發展組織它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這個 讓社區去培養它這個主體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除了主體性之外也包括它的能動力 包括它的整合力 就是從一個社區的觀點來去整合不同的資源 跟不同的社區裡面的一些利益跟意見等等 那同時因為它是常住在社區的一個團體 它每天24小時要面對的是群眾 所以它必須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溝通上的一個功能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其實也辦一個複權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更其實更關鍵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開發者 然後它用一個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去推動社區的一個整體性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保存也是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還是有些制度上的一些把關 比如說我剛才講那個審議跟審查的一個制度 那另外還有比如說那個設計的準則 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開發商他會 他要提案之前他會先看這些東西 然後再去做一個他認為合理的提案 然後中間的過程還是很多這種需要去折衷 需要去跟居民去妥協的一個過程 那他如果不這樣做 其實他就過不了關 所以我剛才講說我們在做一個審議 這開發的審議不只是一個保存的一個審議而已 那這個過程當然工信力其實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社區裡面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還是會有開發派跟這個歷史保存派之間的這種衝突跟對立 那特別是比如說店家 他可能有部分店家他不管任何開發案 他只要有錢賺就好 那所以要用什麼方式 讓可以去整合這些不同的利益 最重要其實是要 基本上就是要公開透明 所以你如果公開透明 你基本上你可以 比如說你開會的時候有會議的紀錄 有會議紀錄的時候你就不能說 你之前沒有講過話或沒有機會講話 所以用這種這是一個例子 用這個方式來去面對不同利益團體的質疑 那也因為有然後其實在這個整個審議 還是需要去處理名義跟專業之間的一個折衷 那我也還好有這個審議這個特別審查區 跟特別審查委員會的這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裡面就是說其實它就附帶了 名義跟專業之間的一個折衷 好 那我就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邊 好 謝謝 我們謝謝侯志然老師的分享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場蠻好的 剛好是找到兩位從不同的視角來分享 到底我們在一個城市裡面碰到這種 都市發展跟文字保存的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那剛剛侯老師其實講了一些 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在更 在市的這個層級能夠有更多更活潑的法人單位 是由公部門和私部門共同組成的話 也許可以創造一些可能性 那我們接下來時間就交給顏色華言老師 大家好 那我是財產法人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的指引長 那我們基金會其實是一個 純的民間的非營利組織 那其實1999成立到現在大概21年 然後我們從一開始的古蹟或歷史環境的研究開始 然後到開始關注整個的台灣的歷史環境的發展 那以至於近幾年做更多的所謂的推廣教育的工作 所以我們以這樣的角度來看整個今天的題目 就是說到底在台灣台南 開始從過去尤其經歷變成直轄市之後 整個我們的文化資產 或者說更廣義的歷史環境的發展的狀況 提出我們一些看法跟大家討論 那其實剛剛也是延續 其實所有這問題都一樣 開發遇到保存 那除非你決定我就重來整個新的開發區 否則在既有已經繼承的環境裡面 我們總會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台南發展的早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就大 那其實還有更早 像日本進入可能2000 那台南可能將近300至400 那剛剛美國可能就200 那即便是 比如說上個世紀也許幾十年前的開發 其實到後來我們也會遇到某一種 其實也都會遇到這樣的衝突 那只是說我們在這裡面 這兩個開發跟保存之間就有點相繞口令 到底是開發裡面 我們其他還是一個保存的政策 還是說在一個保存 我們去考慮它的後續的永續經營 或者是跟環境的發展需要 它應該要有開發的意涵在裡面 那其實我們回到我們台灣 唯一有在台灣整個歷史保存 就是最主要的一個依據 叫文化資產保存法 好 那其實在我們偶爾 我會參與很多的審查 其實最多爭議的處理 大概都是靠這兩條 34條跟38條 那34條講的就是我的 所謂的文化資產的範圍內 所有的開發營建行為都要接受審查 然後你要審查OK才可以去做 那38條是指它的臨近地區的一個開發 或者是營建行為 它必須要不要去阻擋到我們的 所謂的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完整 或者是不影響它的安全 大概常常在審查都是這兩條來看 到底我們所有在保存區裡面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事實上延續前面剛剛老師講的 其實美國跟台灣其實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同 其實我覺得激進於無解兩種狀態 平行時空 美國的法系是比較海洋法系 它是要審查才可以蓋 那台灣是大陸法系 我只要明文寫我可以怎麼樣 我就可以怎麼樣 所以審查在台灣其實是一種 近幾年就發現到後來它是一種輔助的角色 它其實對一個建商來講 我今天有一塊地 我在台灣我要蓋 我只要檢討我的都市計畫法 土地使用法規OK我就可以送審 那了不起我再經過一個所謂都市設計審議 那可是都市設計審議 大家知道其實它沒有絕對的強制性 你如果真的審議到不爽 你可以去告它 那你只要夠 你可以跟它告跟它說 它侵害我的財產權 那像台灣這幾年有很多的文資審 文資爭議的判決 大家可以去查 幾乎九成都是輸的 就是法院判下來幾乎都是文資審議是輸的 因為它侵犯到人民的財產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在美國我們或者在這種海洋法系的國家 其實可以發現 它其實只要遇到這種保存問題的時候 它其實只要審查沒過 它大概就沒辦法往下走 可是在台灣我最近剛好也審到 台北的那個雙子星 它也是卡在那邊 可是卡在那邊其實它 它的態度就是它只要跟你好 只要它不違法 它大概 其實你也只能用一種審查的角度來跟它談 所以文資法也遇到這個問題 它其實有定這個 可是事實上你會發現通篇沒有法則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不要理它 你一直搞一直搞 搞到後來你其實就是可以過 那當然它也有提到很多 像39條它有提到說 所有這些法令 它其實也要嫁接在所謂的都市計畫法上 它才能辦法經營 所以它運用到都市計畫法的所謂的分區 跟土地使用 甚至於所謂的保存區 就是土地使用的那種編定上來執行 它最後要保存那個手段 所以甚至於它的所有的審議 它也是依照我們的都市設計審議的概念 來去做一個規範 那像第40條就談到說 它甚至於我們如果整區 為了因為保存的目的 它甚至可以編定所謂的特定專用區 所以它事實上它還是要嫁接在 所謂我們現在的都市計畫這樣體系下面 甚至它也要開公廳會 我們古蹟或者所有在居落建築群 要公告的時候都要經過公廳會 所以在台灣當然也從文資法公告到現在開始執行 其實整個環境也開始有些不同的樣態 裡面呈現了很多保存跟發展之間的一種變化 像小的話 最簡單講 譬如說像這個西市場 我們知道過去曾經為了保存也是風風雨雨 不過最近它快要修好大家開始興奮 看到很漂亮的房子開始出現 可是事實上我們去年接受委託做了一個 所謂的周邊地區的一個風貌的發展 還有它本身裡面未來的再利用的一個規劃 事實上現在的很多的文資保存 它想的不會只是當下的保存下來之後而已 它其實會在進一步去想 它跟本身內部的再利用未來的方式 或者是周邊所謂的這種都市環境的一個整體性 也開始要注意到這個 因為你牽涉到周邊地區 所以它會影響就變大 像西市場其實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它的複雜在於它的產權很複雜 就我所知它光要整理這旁邊的這個土地 光見界就見不了界 分好幾次 因為民眾會有意見 一見就發現很多都是可能會有侵占的問題 甚至有一部分是搭在古蹟上面 那未來怎麼去處理 這大概都是歷史貢業 從過去留下來 所以你光是要簡單處理周邊 其實它都可能要耗費很大力氣 那我們還要說服 比如說要怎麼提出更 也是要開空說明會 要說服說未來的景觀 那怎麼對古蹟本體 或整個周邊的都市既有的活動 或未來的可能想像 要提出一些想法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 台南發展比較早的一個城市 其實台南舊城大概是過去這個範圍 那裡面有很多的不只是街道 其他更早之前地理狀況 所謂的丘陵或者是水紋 那這個也漸漸受到關注 所以我們去年開始也 也因為前代理事長林夢彥 他一直覺得說那個水紋 因為他過去是水利背景 他覺得水紋 歷史水紋這件事情 是對台南市重要的 我們好幾個團體去鼓吹說 台南市的歷史水紋必須要重新的富裕 所以去年開始我們也承接一個計畫案 做所謂的浮安坑西的一個全區的調查 跟前期的一個評估 那評估什麼其實就是要不要把它打開 可是我們去投標有人跟我們競爭 其實我們的講法就簡單 我們談的就是 我們評估完不見得能打開 我們要接受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種角度去 去從頭開始評估到一個歷史水系 它要不要再重新重現 它其實就會面臨到在當代有很多的問題 不是只有考慮它的歷史發展 而且它還有跟當代的環境背景有關 所以我們那時候提出後來 結論當然有建議一個方案 找到它有沒有水源的來源 然後到它跟周邊的景觀跟整個都市風貌 跟歷史的一個連結 那這個其實也開始在台灣來講 也開始越來越多這種 從好像建築物的古蹟或歷史建築 擴展到這種過去的這種 城市歷史發展重要的一個元素 包括那個可能水紋這一類 那其實在法院的前面這一段 其實過去是浮安坑西經過的位置 可是因為現在有地下香海 那這個香海因為整個排水系統的問題 它不能夠拆掉 至少我們現在的資訊是水利局 是不可能去拆掉它 所以我們變成只能做一種 要提出不同的方案 讓它在意向上能夠回復 那事實上像這個虛線 其實這未來可能也是一個文字議題 還有這幾棵椰子樹 法院前面那個牆 那個里運大中邊那個牆跟椰子樹 是不是未來在整個整治的時候 能不能移除 這未來的學都還在討論 那這討論的過程其實會牽涉到 不含所謂的記憶 或者是所謂風貌 那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後續也需要很多討論跟參與的過程 那我們一樣也是要模擬 到底這兩種型態 對整個環境發展 整個的風貌塑造上的影響 那我們也曾經承接過高雄的眷村 我想在台灣現在眷村的保存 也是變成一個 我不想叫它顯學 就是好像大家開始要面對 那自從尤其是重要的是 所謂的眷改條例到開始落日 現在就是沒有眷改條例了 那它轉成一個基金 那就我現在所知那個基金的內容 其實就是為了 其實後來的用途就是去保留 去處理這些保留下來的眷村 這個轉變其實就很大 從過去那個基金是為了拆眷村去開發 拿到一些錢去蓋新的住宅 給過去的這群眷 那還有一部分 聽說也是要還行政院錢 因為買軍購太多錢 所以它也用這種方式 可是到去年應該是落日 大概所有的眷村改建應該就停止了 那停止之後它那個就轉向 變成所謂眷村保存 那可是眷村我們大概講 其實眷村的背景很多不同 那像黃埔它其實是台灣應該說 算是第一個眷村也不為過 因為孫一仁那時候過來的時候 先以這邊作為訓練基地 它是為了反打內戰的訓練基地 後來變回不去 就變成是長期住下來 所以它早期叫城鎮新村 那其實這個村子它其實經過 它其實最早建立是日本建的 那個一個資重48的一個部隊 那可是後來慢慢經過這段時間 它其實經過很多的調整 其實簡單講它就是一個客難型 它一個日本的雙拼 它有隔成17、18戶 那我們就要面對這樣的眷村 那時候大概我們接近會做這個提案 其實大概是第一個 唯一提出來說這些分割 這些後期的調適的狀況應該要保留 能夠延續下去的一個提案 其他大部分我們都看到 就是要回復到所謂的原貌 那如果以這樣來講 這個原貌就是日日時期的那種狀態 所以它就會失去了所謂眷村的一個 過去的發展 那重要的是其實眷村裡面的人 那我們那時候也發現說 其實它都已經牽走 我們去的時候正在牽 那我們也提說 那有沒有可能讓那些人回來做一個整理 可是市政府那時候覺得說 既然他們已經領到錢去住 新的眷村了 那個新的房子 這邊就應該放棄 那其實後期的發展 其實大家如果上網去找 所謂的高雄以住待戶 其實後來它也是用一種 比較讓人回來去整理 不過只是那些人 已經不是過去的軍眷屋了 可能是一般的人去徵選 那不過我們也追蹤發現 其實人在回來住 雖然是五年 可是他們也發展出另外一種 類似於眷村這種 所謂的社群的一個脈絡 所以我們就在想 其實整個眷村的保存的實質 應該真正回到它原來是一種居住聚落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我們最近也去參與屏東 那些所謂的勝利新村 那他們其實是陸陸續續指定了六個村子 那本來整區都是 那所以我們提出來其實是一種 跟縣政府這邊討論說 要不要做一個案子 什麼案子就是把這一群 不要當作歷史建築物 一棟一棟去修它這樣去想 再去做委外 我們想的是如果把整群當作 屏東是很重要的一個發展的區域 然後它過去是一個很優質的生活區域 那只是它過去作為眷村 那在未來它有沒有可能作為另外一種 跟著屏東發展一起討論的一個發展區的概念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變一個 如果以文字法上 大概可以做居國建築群的概念去想 去切入可以怎麼去談它的未來發展 那這邊就牽涉到我們要指定很多的這種居住單元 所以我們腦袋中其實想的是有點是 介石環我們希望我們做完的最好的願景是 它整區變成是中低密度的住宅區 然後才來試它是眷村保存 那我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翻轉過去我們對所謂 均衡保存的一種刻板的形態 看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那我們也接觸過也參與過這種所謂的左營舊層 那其實這個最近所謂的再到歷史現場 其實花了不少的一個資源在這個所謂的左營舊層 那它過去有城牆圍起來 像奶瓶形狀的這個 那這個其實有很多仔細化 就是政府透過特別預算 去把這個東西做為叫做再造歷史現場 那其實它是第一座台灣的石頭堆砌的城牆 雖然不大 可是其實它是蠻精緻的 然後搭配著地理的變化有個龜山在這邊 那這裡面其實做到後來 其實它面對到什麼 它後來去改去做都市計畫變更 把過去一樣是因為眷改化成住宅區的區 化成遺址公園 這個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可是都委會不通過 開始有意見說這個地方變 我們現在想說很肥瘦 是那個本來住宅區變公園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通過 那他覺得說如果這邊 這邊拿掉變成本來住宅區變公園 可能反正就很多所謂的想像中的發展衝突 那不過不然怎樣 其實它整理來講經過幾個子計畫 尤其像幾個城門的一個複線 或者考古的一個參與進來 其實讓這個計畫變得我覺得是算蠻 在台灣現在看起來比較指標性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也曾經對這個所謂的舊城 過去曾經而聞理 然後要不要重新復原再現 不過這再現其實談了更多 就是正至於是某種生態環境 或者是地景地貌上的改變 我本來被日本來的時候切斷了這條路 是不是要復原 那這個在地人就很喜歡 為什麼因為他覺得這個 之前那個風水被斬斷的那個頭 終於能夠接回去了 我覺得大家就覺得非常接受度非常高 那所以就發現它其實已經切斷了 整個是都市計畫整個 或者是都市發展格局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是岡山的省村 這更是一個都市發展格局的一個問題 就跟保存之間 那省村其實當初因為爭取而保留的過程 最後折衝之下只留下 只留下這一小角 事實上這整個是一個省村的範圍 它是因為岡山曾經作為日本本土 如果沒有說的話 是海外唯一能夠裝配飛機的一個基地 六一航空廠 那當初據當時的文獻看起來 這邊最多住了五六千人 這個聚落比岡山當時的聚落還大 那你會發現它的規劃 非常像是一個都市規劃 還有一些圓環之類的 那後來當然只留下這塊 那這整區就是在整個的一個 這個土地開發上變成一個重畫區 那即便重畫區其實我們也希望說能夠一部分 其實老實講重畫區 如果我們也一直在想說 就順著這個文理去重畫有什麼問題 可是當然台灣的重畫就開始有些新的想像 會想說這個商品這樣高樓的好賣 還是透天的好賣 那當然最後搞一搞去就變成是這個 一個雙石的這個所謂綠圓道 然後公園道路 然後變成很多的住宅格局 然後我們那時候希望說 這有一個圓形的市場 木造市場 那有沒有可能去調修一下它的位置 然後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其實開發面積是完全沒有改變 那可是因為當時就是變得很快要進去地震局 要趕快進去做基礎設施趕快去做開發 所以大概就很多地方團體也做了很多努力 從歷史建築開始提報 土地開始提報 然後文化景觀提報 各種能夠提報都走一輪 那都很快的就被處理掉 那事實上這也是台灣常遇到這種所謂的保存跟開發 真正真的起衝突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保存還是相對是比較弱勢一點 那像我們也曾經替希羅提過這種所謂的街區 以整個城鎮重新再發展的角度去談所謂的歷史再造的概念 那因為希羅大造就有希羅大橋 而希羅大橋是分南北 南邊屬於雲林 北邊屬於彰化 因為台灣的就是橋樑都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能夠跟對岸的那個西州一起去談這個案子 那後來當然有幫他完成一本完整的報告 可是因為再造那時候就沒錢了 那這個就停下來 不過那時候我們提的概念也是從一個點的保存 開始去談整個過去的城鎮 就整個完整城鎮的一個保存發展的一個架構 那如果大家去過恆春 其實恆春城其實保留算滿完整 然後也做得很完整 因為它是國定古蹟 所以它是文化部直接下面管理的這個古蹟 那他們也做了保存計畫 也對都市計畫做了重新的調整調配 那因為要保存 過去這是舊的 很多住宅區做一個調整 畫出了所謂的保存區 那計畫已經做完很久 可是一直沒有公告 沒有公告實施 所以好像最近才有公告 那因為跟政代會的某些利益 其實你就發現其實有很多的土地開發其實會影響 那它也畫出所謂的緩衝區 那目的就是為了從這個舊城的保存 開始去談整個城鎮一樣整個架構的改變 那為了保存它然後能夠更多的這種所謂的 所謂的發展 城鎮的發展特色 為基礎的一個新的發展構想 它其實算是滿完整的一個思考 那其實也會考慮它的很多視覺通道 建築密度高低風貌 所以我們也常常去幫忙去審 旁邊所有這個橘色的部分 大家看到它蓋房子都要送審 然後針對風貌跟高度它都有一些限制 最近好像有一棟會罰30萬 是台灣可能如果第一棟被罰錢的違反文資法 因為它貼著圍牆做了一些增改增減 那事實上我覺得這都是很關鍵 就是說在面對開發或者這種 我們過去已經有點習以為常這種 引建模式的時候 面對到這種保存真的 衝突起來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處理 那最後當然我們剛好提到 主持人提到所謂的考古 那考古這個事情其實 這幾年也非常受到重視 其實我們其實早在幾年前就跟陳大 一起合作去幫台南市政府做了所謂的敏感區 當然這不能夠對外公開的區域發生 那我們做什麼事 把過去台南市周邊 所有早期發展的重要的 可能有一些建築或者一些重要的標的 然後去套疊地極 然後劃定出可能地底下有東西的 所謂的敏感區的地圖 那我們會套疊出所謂的核心的區 就是紅色它確定它所在的地級位置 以及它可能會因為偏移或者是周邊發展 可能會有一些往外延伸的所謂的緩衝區的位置 那其實因為它有進到GIS系統 所以如果你任何上面的土地建號要申請的話 你只要打地號 它就會告訴你 其實如果假設紅色區 它可能就需要做視覺 然後如果是藍色區它可能需要做減看 那其實在考古來講 這兩個程度不一樣 視覺就是你要先挖幾個洞 看看有沒有東西 那所謂監看就是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先挖洞 可是你在施工過程 你要有考古專業的在監看 有沒有東西在底下 所以像其實成功國小舊子 它是本來就已經知道有 所以它在規劃設計案的時候 就已經是先靠一邊 原本已經挖掉地下室的大樓的部分去做 那最近比較有爭議的是 前面那個停車場過去是沒有挖的 那現在看到一些地上移構 那其實像永福國小也是 整個學校改建工程 第二期的時候就發現 在施工過程就挖到很多移構 那事實上 這個就是永福國小 現在挖到就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以這個來講 其實整個永福國小 不然就是一個 過去是一個重要的雅塑所在 那日治時期也有一些建築物 那所以這種地下考古的事情 當然關於考古的事情 其實慢慢它還需要開始去討論 其實我只能說目前來講 大家沒有一個好的一個 好像普遍共識 那我覺得這有很多方面 一方面是 其實考古它牽得到會 對開發衝擊更大 甚至於因為你本來可能覺得 沒什麼可是買完 開始要開發的時候發現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它其實很耗時間跟錢 你可能考古如果看過考古 我要覺得它是五公分五公分去做 我們剛剛講那個左營 它有一個做法蠻有趣 它叫做公民參與考古 因為考古需要很多人力這樣處理 那就讓周邊的居民參與 那它也知道 讓他們知道說其實考古是在做什麼 那事實上考古的發覺 確實是能補足一些 我們對過去歷史發展的一些空白 那同時它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看到國外很多 因為保留考古一直是產生很有創意 甚至於是一個城市的亮點 某一種開發或使用型態 不過這個來講 對台灣來講 可能就是一個新的要面對的議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幫它設計一個流程 就是如果你的土地要開發 在這個系統裡面你可以先知道 避免說不知道 然後去挖道 或者那如果發現 應該怎麼樣去做後續的處理 好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從剛剛的西市場 可能是一個古蹟周邊的一個城市環境 開始去想所謂的開發跟保存 或者是我們講的環境塑造跟保存 一直到它幾乎會動到一個城市 原來我們過去的一個 一直以來的所謂的都市計畫的架構體系 然後可能需要還不到分金錯股 可是至少也幾乎也都要變動滿大的 才有辦法去好像照我們的理想去做所謂的保存 那當然也簽到 那我們這樣保存之後 它的整個城市的願景是什麼 所以它有好多好多衍生出來一系列的問題 所以我們常常講去抗爭 去讓一個東西留下來 我覺得它只是一個很開始很開始的一個起頭 可是之後我覺得才是真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金會很少抗爭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做研究 其實也有幾個 其實我們在 應該是在市長當市長那一年 就有一個米街 因為要拓寬 所以我們希望它那個地方不要拓寬 然後事實上 現在看起來當然現在沒有拓寬 可是當時幾乎是已經在工程發包的一個階段 然後它的拓寬範圍是這一段 就如果這是一級古蹟大天空公司開機五廟 然後這就是所謂的米街 那拓寬其實變成一個六米巷道 事實上這裡還有另外一條計畫道路 一個十字型的交叉在這裡 那當時它是先拓寬這一條 那好像花七千多萬大概拓寬 大概不到一百米吧 那當然這個 它背後原因我們就大概也能理解 就是可能很多會 尤其是像天空公會覺得說 他們的廟在發展上可能比較不容易讓人家看到 所以希望這個拓寬其實有利的 那所以當時就有一個這樣的拓寬 那我們當然後來如果我們其實我們 當然後來是也比較擋下 就慢慢市政府其實也發現這件事情可以重新討論 因為如果不討論的話 台南市有很多種等待拓寬的路其實是蠻多 那是日治時期 在世紀改革之後一直留下來的一個 都市計畫的狀態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訴求就有三點 那一個就是凍結老結的開發 凍結不是說完全不開的那重新檢討 然後再來就是提升文化行政未接 意思就是說讓文化 我們講的很明白 文化局如果是副市長兼 兩個是同一個職位 那應該很多事情就能夠改觀 那第三個是那時候賴市長提的叫文化首都 我們也非常贊同這樣的想法 就唯一能夠反攻台北 台南唯一能夠反攻台北的只有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文化首都 一個就是吃糖的比例 糖的消耗量應該 這兩件事應該是蠻強的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 所謂的整體策略 所以我們基金會 其實那樣那個階段結束之後就沒有 還有延續 可是我們基金會在這裡面提的 當然也做了所謂老屋心理 其實大家如果上網是可以看到很多 那其實是個民間對老房子 重新整建的一個做法 那一直到今年其實我們前幾年 我們的調查幾乎整個 旧市區大概七八百間這樣 沒有身份老屋重新再整理利用 那廣告一下我們也做了一本雜誌去回顧 我們找一堆人來討論去談這個事情 那這個整個影響其實也直接間接促成 台南所謂歷史街區的畫設 我覺得他覺得說應該畫一些歷史街區裡面 有很多這個老屋老街其實很棒 所以就有一個這種單型法會叫歷史街區 那這一面他們在這個街區裡面做了很多的 市政委提出所謂的老屋的修繕 文化經營的補助 立面的整理 其實也做了蠻多 那除了台南以外 市中心以外 還有很多其他鄉鎮也做這個事情 市政的部分 那也劃定了所謂歷史街區 那也因為我們也覺得說 其實也覺得那個街區畫設範圍 好像不能夠涵掛台南市的發展的一個歷史核心 所以市政委又擴大了所謂歷史街區的核心範圍 甚至又畫了所謂的環中區 那我想這都是在這樣的麥克風 雖然說好像從開始抗爭 從一條街道沒有成形 然後後來我們基金會也做了很多老屋 然後變成是一種蜂巢 然後政府覺得 這好像是一個翻轉舊市區的另外一個機會 所以做了一個歷史街區 然後投入了一些資源 甚至於它最後就是都市計畫廢道 在後來的中西區通檢的時候 討論到有些老街是可以廢道 這個在台灣幾乎是很難的 所以其實做了很重要的這一步 那其實這個後面也同時成立了所謂的 所謂歷史街區的一個振興委員會 那其實主持就是所謂的秘書長 所以就等於剛剛呼應前文橋老師講的 就是有一個高層作為一個賦權授予 他才有辦法去執行 否則因為我也參加過那個會 你就發現有的局客是很不甘願 可是在那個當下其實都就只能吞下去 可是那個這樣其實也是有點消極 事實上就結果來看 那些當時的作為其實現在看起來都是蠻進步的 那當然這所有事情它只是在半路上 我們覺得這所有的開頭 它可能只是扮演一個過度前導或培育 因為它畢竟是文化局所提出來的所謂歷史界區 它並不是真正進到都市的一個規劃體系的一個 正式的一個架構裡面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前導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我們期待最後能夠做一個正式 那這裡面其實還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參與 從比較自己 就是說參與程度來講 從文化局出發還是可以做出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那它的目的就是讓普遍大家覺得 對這件事情有一種共識 那到了某一天水到渠成 我們去推整個台南市的都市計劃市中心 重新重來有沒有機會 不要講重來大修改 它才會比較多的共識跟減少阻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呼籲就是 我們覺得台南需要一個文化政策的Max Plan 其實這個到現在為止 目前是我們沒有看到過的 它不是選舉的所謂的白皮書 它應該是所謂 不管它是有政策延續性的一個所謂的主要計劃 那就跟都市計劃的主要計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呼籲曾經提過所謂的 以四輔城中心的架構去談所謂的輔城區 因為我們現在的區是被什麼北東南區中西區分割 那黃色區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核心區 那我們基金會主張的緩衝區應該更大 因為真正緩衝應該是新開發區作為緩衝 而不是把核心區的部分拿來作為緩衝 那如果整個這個區化成一個行政區 然後選一個選個一席立委選個兩席市議員 然後這個地方的不管是官派的區長 他應該就是個民心區長 他的所有作為都應該是最有前瞻性的 那當然不是意思說把其他不要的割掉 事實上就發展區 我覺得這都是很好可以討論的議題 那當然要到這個地步其實還是有很長路要走 這裡面有各種除了區化出來還有各種策略 必須要配套執行 那台南現在所謂的整個mass point就是全區的 當然也是有 不過它是比較站在都市空間發展或產業上的 文化上其實相對是比較弱的 那我們選區劃分跟剛剛看起來 剛剛那個其實也都不一致 如果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選這個看起來好像是這樣垂直分一區 這樣一區這樣 這是空間發展上的 那可是如果我們看到選區它是橫向 可能是跑行程方便的 這兩個其實是沒有搭在一起的 其實是沒有它是算人口數差不多 可是總之好像沒什麼道理 那甚至我們在整個原來縣區的米、鹽、塘 這樣的重要的文化發展背景有沒有被融入 整個文化資產的體系 或者是城市的發展體系都必須可以討論 各種的過去發展 其實都有零零星星 可是都沒有被整合 從整個發展聚落 然後甚至於是糖業的發展 然後糖鐵的串聯 甚至我們如果糖鐵串聯 它更是跨縣式的 跨縣式的 那甚至像這個是一個水紋 那事實上橘色部分就是我們鹽業 鹽份地帶那種鹽業的發展區域 那現在當然沒有鹽 可是它作為未來的生態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甚至它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 所以最後我想說 我們基金會在這整個關注 當今我們所要能夠提的呼籲就是 期待台南市能夠有文化資產保存 還要再進一步變成是所謂的文化治理 就是跟都市現有治理能夠結在一起的 一種全化金保存的觀念 最後我們還是打一下書 我們基金會這個月才出了兩本 一個是老無心 一個是老無學校書 那用這個作為結尾 謝謝 老師留步 還要QA 我們現在請洪老師也幫我們到台上來 因為我們大概還有20分鐘左右的QA時間 我先回應一下 顏老師最後面提的區域計畫圖 其實今年2020年的時候 內政部剛審核通過台南市的國土計畫書 那這個國土計畫會從2021年實施到2030年 其實也是從剛剛的區域計畫演變而來的 但確實仍然很令人失望的是 文化治理在裡面仍然只有非常非常少的篇幅 那這個也是明年新亞想要跟大家討論的事情 就是這個新出爐的國土計畫長什麼樣子 兩位可以先做沒有關係 那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關注明年新亞提出來的一些討論 我們先看一下 兩位可以往後看 這是一些線上提問系統 有人提出來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公法人和政府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問侯老師的 那公法人比起政府多具備了什麼條件 讓他們比較好的推動維護保存的開發 你要不要先回答 OK 好 公法人其實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專責的機構 就是說它其實 我覺得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 如果 又 從 市政府來退的話 它其實 比如說市政府它要兼顧不同的社區 跟不同的行政區 它沒辦法比較從一個 只是關心某個地區的角度來退 那 然後 規劃人員或者是文資方面的人員的編制 其實也是非常有限 那 所以它如果可以成立另外一個公法的話 它其實它有獨立的 它財務是獨立的 它可以自己去爭取資源 那也可以 在美國的話 它譬如說聯邦政府的 那個 經費可以直接撥到公法人 的這個組織裡面 所以它財務獨立 它人員也獨立 它 然後它可以專注在某個地方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的差別是在這邊 所以 然後 也因為這樣所以它 它運作起來實際是比市政府是更有效率 我們其實有點想說一問 就是 在譬如說 在西亞國來說 這個公法人的沉密的過程是 沒有 剛剛要問的是 就是在西亞圖這邊 公法人成立的過程 跟台灣是不是有什麼不太一樣 因為在台灣其實公法人 仍然要由政府部門來設立 譬如說 南美館 那樣子的公法人 其實民間可以接入的機率還是非常的低 是是是 其實是類似的 所以還是要市政府來成立 然後我剛才也有講 其實我們社區裡面 其實有兩個社區發展組織 另外一個就是民間的自己成立的 所以其實有兩個管道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不必一定要依賴政府來成立公法 那我們先看一下第二題跟第三題 第二題是 楊老師有提到眷村的發展 不知道對嘉義市眷村原空軍機場被拆除變成停車場 或是其他沒有被保存的眷村有什麼樣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 從來的話可以怎麼克服還有哪些可能性 我覺得應該先看 看他原來被期待的發展狀況 因為通常會被拆除就是他後來有一些發展的 譬如說住宅區或商業區的需求 那我剛才講過 其實台灣就是我們的都市發展是架構在都市計畫下 跟美國那種可以有那種審議的那種狀態是不太一樣 所以簡單講你買那塊地它是被劃成那樣的開發使用 它就有那樣的權利 那包含工部門也是 所以軍方有那塊地有那樣的開發權利 他當然不會隨意就放手 除非今天有各種各樣的壓力 他必須得放手 或者其實我覺得台灣大概都是這樣 從軍方、台唐、台鐵 大概都是這樣的一個處境 老實講他拿在手上也不是他得 可是他們的財主其實大概沒辦法 他如果能力放手就變成他堵執了 他沒有顧好 所以這其實是台灣的困難 那之所以我會猜測 我想第一個要面對 就是他原來被賦予的開發權益有多大 如果他開發的權益有多大 如果那個很大的話 你說要他轉換成變成是能夠保存 其實都要有一些工具跟策略 不過那個工具跟策略 我必須老實講都不是一種很健康的方法 像台南的那個兵工廠 為什麼最後那個三二一項可以留 甚至整區其他是用換地 就是軍方這邊的開發權益 他拿去被政府 市政府可能用其他的工 其他他的一樣軍方的土地 讓他的價值提升 讓這個本來想保存的標的價值降低 甚至於到零 那他就願意釋出 可是相對你其實他不是無緣無故不見 他只是被移到別的地方去 被移到別的地方 台鐵也是啊 很多鐵道保留 其實你說那些註冊群保留 其實他是不是無緣無故被保留 或者是他放棄的權益 其實沒有 其實相對他可能在某些地方 出現一些不合理的高 讓他帳上可以平 我們最近在做領港線也是遇到這個狀況 他變文化景觀了 可是他的開發權益 他模擬 模擬旁邊還可以建的土地 一蓋就是到60層 能想像柏二那邊出現三棟60層 可是他的開發權益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倒不是說大家重不重視所謂的 眷村文化這個事情 當然如果說保存以後該怎麼樣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又是我們怎麼去經營的問題 那我想對眷村 我想大概我覺得比較根本的看法是這樣 那個別的各樣 我想都有不同的一個狀態 好 那再來一題是 等一下 上面還有一題 想請問 對啊 好 先問完上面這一題 想請問顏世華 再造歷史現場的概念很好 但歷史如果要往回推 有很多不同的年態不同段的歷史 要怎麼決定再造的是哪一段歷史現場 這有兩個狀況 一個本來再造歷史現場本來是那個 之前曾部長提的 其實他最後目的其實就我剛剛的結論 他想讓文化回到都市治理 就是我透過很多 因為我錢很多 所以我改變我可以整區的 像左營那樣 所以他為什麼投很多錢在左營 他確實改變原來好像我們覺得 牢不可破的所謂的都市治理的架構 原因是這樣 那至於比較根本上 譬如說歷史詮釋的問題回到什麼 那就是看你每個點他選出來的時候 他的歷史發展 其實他並不是回到某一個原點的概念 所以像左營他從日治時期 從清代開始的石頭的漸層 到日本來的時候 到左營的整個 發展海軍軍港之後所產生的影響 譬如說他裡面發生什麼鎮陽的神社 它其實是一個疊加的 所以在整個歷史詮釋上 它本來就是一個疊加 所以為什麼考古又會被重視 因為我們要理解這整個歷史疊加的過程 必須從 有些東西必須從隱蔽的部分才去發掘 所以所謂的歷史 這道歷史現場 並不是一個很 好像很簡化的回到某一個歷史 這跟我們去修任何古蹟其實一樣 並沒有 如果比較健康的討論整個歷史的保存 它並不是要回到某一個點上 那其實它是一個累積的 然後甚至於它對 它甚至還要包容未來可以變成歷史一部分的狀態 譬如有些廟宇 它的彩繪不見了 你是要找原降師或它的土地來畫 就放心嗎 其實不一定 你也可以找新的當代的降師 只是說至少它不要可能畫海綿寶寶能不能接受 這就大家討論 那個鹿港確實是有畫海綿寶寶 可是它不是古蹟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活的 所以回到我覺得談歷史保存 我們基金會一直談的 關鍵點就是它不是凍結的 它是一種累加的 所以你在當代不僅對過去 開始用這樣的方式理解 你也要為下一代子孫 負起這樣 其實你是歷史中的可能是一部分 然後它是 然後同時它是一種很適應性的改變 很多國際都在談到適應這個詞 就是歷史保存以下是一種適應 它並不是一種凍結 那我覺得這也是台灣現在很多所謂的文資保存抗爭 有時候很容易被擊垮的一個點 因為它就覺得你們就是一群愛老東西的一群人 可是事實上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它稅率當然就很低 可是如果我們從比較健康的保存 有建設性的保存 剛才來講其實它本來就是 我們要看的是整個的歷程跟未來 然後要談的是適應 所以我覺得包含剛剛前一題的眷村 其實也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如果再造歷史現場 就我所知我們理解的話 它應該是這樣 那當然很多做歪的 就是台灣花在再造歷史現場的歷史 所以為什麼停了 因為很多都沒辦法說服自己 我們也做過輔導團一年 後來我們就無法說服我們再做輔導團 因為它實在是沒辦法輔導 那這其實也有牽到很多地方政治勢力 都是誰去要錢說的算 所以這也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記得下面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幫我拉下來嗎 好 最後一個問題是 以赤坎區為例 這邊的商業區幾乎都建滿了 街區空間也算是改造了 那岩老師跟侯老師認為 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再突破的文化治理 或都市治理的手段 那既有的手段可能是都市設計的條文 社區發展協會運作 那有沒有什麼新的手段 好 那我就先講 我覺得只看這一區沒有什麼 沒辦法調解 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們強調就是說 因為過去的都市自己架構 是不考慮這一塊的 那你要在這種架構下去抓一塊來談 它是沒辦法調適 能夠完整全觀的來看 它要重新回到整個大的都市架構 我們賦予這一區什麼樣的概念 對吧 我們不能說刺砍我就只看刺砍 你說它的商業發展滿了 告訴你沒有 可能不到一半 它容積沒用完 還不到一半沒有蓋新大樓 你真的要看搞不好三年後 旁邊就有個建案起來 對不對 有可能吧 因為它開發完之後 它就合併土地會有建案 不是說不能有建案 可是建案到底是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用什麼角度來談 它適合什麼 或不適合什麼 或它應該要什麼 我覺得應該從整個大的架構重新來看 所以我們剛剛為什麼呼籲說 應該要一個全觀的新的 那個文化自己的一個Messpoint 應該放回來這個來談 所以譬如說 我們有講轉運站 大家都沒想過 為什麼轉運站在那幾個地方 它是什麼樣的研究架構 或什麼樣的都市願景 所以我轉運站要進來 如果像我前幾天看到一個報導 其實討論現在西方很多做的 所謂舊城區 開始用所謂的超大街坑來 因為它覺得人車 車板就不要進來 所以要把道路 把幾條路變成是新的 另外一種蠻有趣的概念 叫超大街坑 就是本來每條巷子 我不要讓它每條都走車 我只准許它某幾條走車 就會重新形成一個人形的區域 那只有緊急的時候 或當地人 可能必要的時候才會有 所以不管這些更大的想像 我覺得要先有 才有辦法回來看這個問題 不然這個問題有點好像 切割來談 切割來談 那我覺得 如果切割來談其實都會 我是覺得無解比較多 譬如說你那東西就是在這邊 停車有這個需求 所以當地人有當地人的需求 然後我們有我們需求 那市政委也有市政委在執行這個 那我想 所有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好的架構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都會是滿浪費時間的 因為其實都會有做的 總是各方各方的利益或壓力 那最後都是一種 不得已 只能這樣接受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說現在再去 建立的架構來不來得及 我覺得當然我不知道 也許真的很用力的去做 我不覺得來不及 可是 因為那樣的事情 有可能它會產生一個 大家討論這件事情的一個觀點 所以你說市考人周邊 應該怎麼樣才會更像 更濃露所謂的文化治理 那我覺得應該要回到這裡 所以我們就來決定 我們才能夠接受說 如果這裡都不要有過多的房子 不要有過多的新開發 可是我給它一個所謂的 很好的公共設置 譬如說 當初的美術館 為什麼要在那邊 為什麼日亮里 其實一樣我覺得是那個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好的架構 來討論它應該在哪裡好 所以後面有點是 各有願望 然後大概就是 我覺得在這邊好 你覺得在那邊好 可是到底誰比較好 我覺得就 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更大的架構 我覺得這個是 尤其像台南這麼密集 那其實是一個更迫切的一個狀態 這是我對這問題的看法 好 好 我就簡單補充一下 我是談到那個商業的發展 那我覺得像這類型的歷史街區 那如果你只是開放讓市場去決定說 什麼樣的商業進來的話 我覺得是還滿危險的 比如說旅館然後飯店 然後這些漸漸就取代原本比較 比如說一些比較小的店面 或者是還有可能 資本而不是那麼大的一些商業活動 那這些怎麼在這個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是需要一些文化治理的一些介入的方式 那或許街區組織是一個 或許民間團體或怎麼樣 所以它其實是要有一些對策出來 而不是就開放讓市場的機制來決定 那另外剛剛也是 剛剛也有談到說那個街道那部分 那也是可以去處理 是怎麼樣去經營一個比較友善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通常比較忽略這一塊 我們就要看到建築物 那開放空間 那個公共空間 街道等等 其實也是我們生活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也是台南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比如說那個公共的運輸系統 跟個人的一個需求 什麼之間要怎麼取得一個平衡 那特別是在一個歷史街區裡面 其實更有一些空間來做 那現場 還有沒有 一位兩位 我們先把這兩個問題收集一下 先這邊好了 好 非常感謝今天兩位老師提供這麼多的經驗分享 那我想不免俗的可能還是要 談一下可能比較現實面問題 就是第一個想要請問兩位老師 因為其實剛剛有提到很多都是透過 無論是公法人或是社會組織的方式 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想問的是說 那這些組織的經費何來 這個就是在以西雅圖那邊的案例來講 這些民間組織的這個經費 以及這些人力物力的挹注是如何而來 那如果都是來自政府的話 會不會難免有點若為就是 可能還是會是政府移植的眼神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剛剛也有提到很多這樣子的地方的發展組織 那兩位老師是怎麼樣面對 或是如何看待說就是 像是各個地區累世至今的這種政治角力 以及這種這種就是角頭之間的這種關係 而導致的整個社區治理 或者是整個街區的發展的 可能就是無法繼續 我們不要講停滯 但是就是無法繼續有新的東西 這樣的狀況 好 你等一下先回答還是我們再多說幾個問題 要算 還有 應該還有 那我們先把這個問題也說出來 你好 我想請從剛剛的歷史現場再造的問題 再去做一個延伸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它其實是一個時間性的疊加 那現在我們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在做眷村的案子 那這個眷村它可能 時間是長達四十年到六十年 所以它裡面居住的 曾經居住過的世代 其實是超過一個世代的 那現在修復完之後 那些居民回來就會說 這跟我們當初住的樣貌不一樣 但是比方說他們先前是住 最後最後的有一個是什麼鐵皮屋 因為那些屋可能破損 那那個鐵皮屋就是當時的 比方說浪板的那種鐵皮屋 但是我們事後在做修復的時候 我們不會真的還是拿那種浪板的那種鐵皮去做 我們就可能還是會依照現有的材質 跟一些紋理的設計我們去做更動 那其實像這樣子各個不同的居民 他們會有對歷史現場 就是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場景 你會有不一樣的想像 那想請問老師去面對 這些居民不同的聲音 你們是怎麼去處理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我先回答這個 一個是因為我們基金會 就是一個民間費力組織 就我所說我們應該是NPO 那事實上台灣有沒有NGO 我都懷疑 那事實上我們老實講 並沒有被複全 如果要不是我們基金會 GAP做那麼多事情 其實我們一點發生的力量都沒有 就是大家不會覺得你講話是個卡對不對 在台灣的很多民間組織 大概會有這樣的議題 所以更不用講那個經營資源 我們就要自己想辦法 自己想辦法 那我們當然也很期待 有真正所謂NGO或獨立機構出來 那譬如說我們之前基金會 早期也有談 老屋的這個政策 有沒有可能出現台南的NGO 他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一方面也減低 其實政府部門在處理這個東西 耗費非常多的行政資源 那有沒有真正獨立 能夠對 好不好 他的目標成立就是為了 台南社所有老房子 往好的方向去做管理利用 那可是他是一個NGO 當然我就相信你剛剛老是講 他會更彈性 而且更能夠針對目標去做 而不會有很多為了所謂的公平 然後以至於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台南或台灣的所謂的老屋補助 大概都是補在有也好沒有也好的 那種人身上 因為真的很急迫的人 其實沒有辦法忍受那種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很期待台灣 有這種類似真正能獨立運作的NGO 都會出現 那他才真正解決問題的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有利的一個組織 那回來談就是說包含眷村 應該大家第二問題是 歷史現場談的是那個 不同世代的眷村記憶部一樣 修復的時候 還有一個歷史現場的 是嗎 就是這個 是啦 好 那歷史現場其實我覺得有兩個稱 一個是技術上 也不能講技術 一個比較是動機上 就當初你修這個 或整理這個眷村的時候 人是離開的 他沒有要再回來 如果今天我們在修 譬如說廟好了 他會繼續用 當然你就會跟他討論 你最後修繩的過程 你需要做什麼不做什麼 他就要有一個過程 那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他今天修一個聚落或一個住宅 如果他繼續住 他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你要跟他溝通 可是現在很多眷村麻煩是 你是為沒有人的房子在做修繕 所以你只能想像他過去 曾經有這樣的特色 可是重點是進來的人 你無法掌握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基本無解 因為他不是為他們做設計 對吧 可是他總是會講說 這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那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對歷史的素養在哪裡 就是說 所有東西對過去的所謂記憶這個事情 是不是完全凍結 我剛剛還是有前面講 是不是凍結的 或者是他什麼是他關鍵的記憶 就是到底哪個東西才是重要 那當然在取捨的過程 會有一些東西被拿掉 他不會是原封不動這樣凍結起來 甚至某種程度 復原到你以前的某一個熟悉的場景 不見得 你必須想是往後面 如果這個眷村有意思的是 過去這樣的使用 跟他承接這樣的脈絡 那當然我們就要 現在修完之後 應該要繼續有理由去期待 未來是這樣子的繼續使用 讓他過去這個特質能夠留下來 或者我們認為在這裡面 重要的特質能夠留下來 所以關鍵是 到底什麼是重要的歷史特質 而不是最大的原貌 那有些原貌等同歷史特質 有可能 可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那就變成要大家 很有素養去討論這個事情 你任何一個只要很情緒 老實講 那個很難討論 我們大概只能做到 如果是我們要就讓他發洩 不然怎麼辦 因為那並不是我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 可是我必須講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太多 處於這種不知為何而戰的修復太多 就是你沒有設定好 我這當然修好的眷村 或整理好眷到底是要幹嘛 然後那房子本身又不是急迫於說 這個房子的特色很需要修成那個特色 來紀錄或來呈現那個時候的所謂的修復技術或美學 那就會變 那尤其是眷村 因為大家都大同小異 你說竹梨巴 我告訴你其實竹梨巴只是一小段 大部分眷村是沒有竹梨巴 可是我們就被簡化叫竹梨巴內外 可是事實上不見得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需要更多的討論 而且是一種我覺得有意義的討論 那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個關於公法院的那個裁員問題 我剛才有談到就是說 他其實也可以多外募款 那他如果有那個 比如說要蓋一棟房子的話 他其實也可以跟銀行貸款 其實跟一般的組織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他其實他也是有拿公部門預算 可是我們通常對公部門想像 比較想像是行政部門 那其實立法的部門也是非常重要 那特別是在下屬狀況是 比如說有些預算 他是市政府是需要跟公法院合作 去跟州政府去爭取 才可以拿到預算 那所以預算然後再撥到公法院 這個時候其實市政府他自己也受惠 那這個時候他其實要跟公法院去 形成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夥伴關係 而不是一個這種分包 就是甲方乙方的那種關係 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這部分其實 就是我們不要要著力的部分 是我們怎麼去透過議會這個機制 去強化民間團體的力量 而不是凡是只是依靠行政部門 這是一點 那歷史現場這部分我覺得 就是說其實你在做保存跟設計上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那種不同年代的那種 混雜的這種保存 我覺得反而是那種 大家對歷史觀的一個 關聯的突破才是最重要 或者說那種對文化的這種包容性 得一個價值的一個尊重 那這個實在還是在 至少在不同利益跟這種 意見整合的過程裡面 需要去花更多離奇的地方 現場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也許可以再開放一到兩個問題 雖然時間到了 但是因為接下來要休息半個小時 好 這一位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想要發問的 趁現在先提手我確認一下 沒有那就是這一位是最後一個問題 喔好 這邊還有一位 謝謝兩位老師今天精彩的分享 然後我有一個想要 有一個問題是在於 因為其實台南這十年 今天符合我們今天十年的一個變遷 那基本上台南的老屋保存跟老屋心力 其實在這十年來的推廣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保存的效益跟價值 但其實也在這十年來 有一個變化是 有一些投資客是針對台南的老屋進行 進行一個投資 變成我們原本的價值變成價格 那就像老師們有說的文化治理這一塊 當我們原本創造的價值 淪落到一個價格的一個空間 這個都市空間變成是這樣的形塑的話 那其實它也衝突到社區街區的一個 基本的生存的居住權利 因為變成原本居民在這個空間生活的時候 它可以負擔的起房租或是房價 但因為有一個另外一個力量進來了 那當然台南的文化知識是我們的驕傲 但也變成現在我們要面對房價的課題 這也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邁向下一步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 在西雅圖有沒有因為街區的一個復活 就是街區的一個復活之後 也造成變成世生化的過程 把原本居住的居民 反而沒有辦法負擔的起 在他們當時的生活 然後變成是另一代的 另一個階級進來這個街區或這個城市 謝謝 還有一些 Wassig 還有一些提報問題 喂 我感謝今天兩位講者的解說 然後我想說 因為剛剛那個嚴老師有提到就是 他認為在很大一一方面 無論保存或者是開發 都需要在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都市的架構之下去討論 而不是區塊重的去討論 那就是關於這個大架構的問題 我們看起來好像缺乏了一個以文化觀點去做的大架構 那所以想問那個洪老師說 以希臘圖來看的話 是不是也有一種這樣子的 應該也會有一種這樣子的一個都市發展的大架構 那在這個大架構下所謂就是社區裡的工法人跟地方政府的角色 他們是可以互動去影響大架構的嗎 或者是這個大架構是怎麼成形跟改變的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我就先從那個大架構先講 我們下一圖其實就怎麼樣 在美國的都市規劃裡面比較少 是有些大架構存在 可是那些大架構基本來講都還蠻基本的 比如說你人口你的商業開放空間等等 有些基本的一個需求 那我覺得這幾年的比較 可能一個比較關鍵的大架構 是我們對都市發展的管制 就是我們不要去 因為都市發展去 比如說把那個農業的地區也給它都市化 所以有一個州的政策是要把 盡量把開發集中在都市裡面 這樣子的時候其實有兩個 最後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發展集中 所以很多老房子就要被拆掉 會被更新等等 那同時也是因為人口增加 所以也要提供一些相對一些配套 比如說開放空間等等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在 大概在20幾年前的時候 當這個大架構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有個過程 讓夏圖開始去做社區層級的規劃 就我們的那個街區規劃 其實是那個時候才開始 因為那時候意識到說 你那個人口密度增加之後 對地方的衝擊是非常非常大 那這個時候很難用一個 整個都市的通盤的一個角度 去做規劃 這個時候其實要靠 非常細緻的社區裡面的討論 就是我們可以容許多少 那些密度要放在哪邊 有哪些配套的措施 所以這個就回到那個 所以有大架構其實也要有個 比較底層的一個 由下而上的一個討論的一個基礎 在上跟下之間來取得一個平衡 那這個就回到審議的這個 關鍵上面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那個 私生化的問題 我們也是有非常嚴重的私生化問題 那一方面是還好 是我們社區在七年代八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房價還很低 所以很多工法人跟就是說民間的法人 他們就把地給買下來 所以我們的社區裡面大概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住戶 是在那個是掌握在法人的手上 所以你其他的地方你再怎麼去 價格再怎麼去 房價再怎麼高 都不會影響到他們的運作 甚至是就是說他們可以把他們店面可以用更高的 價錢給出租出去得到更多的一些利益 那當然現在要做這個事情是有點困難 不過還好他們那時候有這樣一個策略 然後現在是做法上是 我覺得這可能比如說在台灣的話 可能要來討論說那個地方自治法 是不是可以訂出一套規則出來 讓這些開發的一些利益可以回饋到 這個歷史保存或者是街區治理的這個層面上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取得一個平衡 那所以即使有開發 可是你相對你其他的這些社區 或其他這些事情也可以被照顧到 那我就先呼應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大家構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老實講你說 像我們看到美國那種 它雖然說上面是蠻比較rough 可是下面是另外一個審議或在走 其實上面那個rough的定例也是蠻嚴謹的 就剛剛老師有談到 比如說你的都市發展的目標跟策略 你的密度該放哪裡 該放什麼 其實在過去來講 我們大概就是日本世界改正流下來的市中心區 然後都市計畫再跌上去 就是全部只建立在兩種東西上面 一個樓地板面積跟一個土地使用 再來就沒有了 其實看起來好像有規定其實是蠻rough 那事情也不能夠代表 它只能代表說哪裡比較密集 哪裡低價高 它其實不能夠跟都市發展的那個 本來想像的那個所謂的鬆景 或者是區位的工人角色 能夠跌得上 它有點是一直 反正那個成年的不好的事情 一直跌上去 如果大家如果對都市計畫熟悉 大家在做通檢都是改動有限 改年期改數量 然後就這樣跌上去 改變的部分都是局部局部動 所以整個架構 老實講 雖然說要規定10年要檢討 其實架構很少看到這改變 可是這很荒謬 從日治時期的世界改正到現在 難道一個都市的發展方向都一樣嗎 不是嘛 可是我們沒有討論的可能性 也沒有缺乏那個機制 那以至於現在累積下來 就剛好講 它已經累積太多所謂的權益 很多樓地板 如果今天如果換個角度講 你是那個屋主 你是擁有土地跟樓地板的人 今天要你手上直接拿走 說沒有 我們都市現在沒有那麼高了 請你這個隆級都吐給我 不可能 那是違憲 所以到底這東西怎麼去變 怎麼去調適 我覺得是我們需要大家更多的智慧跟討論 那其實有一部分回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一直基金會主張 其實有些事情是可以做 第一個 空屋稅敢不敢爭 你空屋稅拉高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很多老房子會被炒作 是因為他買了 他放著 或者他擁有了 他放著不租不用都OK 甚至他有一個人民是自己人 他就自用了 他的房屋稅土地稅都很低 那可能是 有些可能是起給儲 他自己的家 可是他現在都住國外了 可是就放著 那有的人是 像我們知道買了很多很多 那他不急著馬上有 因為這對台北來講 這都零投 對不對 一千萬兩千萬房子 根本就零投 對投資客來講 他放著 那個放銀行利息也沒多少 他放著就買土地買房子 放著放著 他不急著租 那可是如果你空屋稅拉高的話 他就會很快想要租注意 所以我想要金的我就馬上租 那就我們預期他的市場機制下 他的租金反而不會那麼高 因為會有個市場供給 可是現在就是有一點是我 反正我就是定這個 你要不要變成是賣方市場 那如果有一個空屋稅的方式 能夠讓他出來 那可是相對 如果對於真的想要擁有 跟想要去經營的人 他有沒有可能在稅計上給他減免 讓他去經營這個能夠 甚至得到比較容易的貸款 甚至比較有低的稅率 然後鼓勵他長期去租去用 那我覺得是一推一拉 他其實可以解決你剛剛講那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反映在 所謂的大架構上 就是說你對都市土地的大的價值觀是什麼 都市土地 對不對 我們那麼多 我們如果看都市計劃 台南市中心 全部都是商業區 可是就商業的樓地板開發 其實並不充分 所以如果算起來都是賠錢貨 對吧 那你知道我們都市計劃 這是總量的 你這邊都把商業區畫完了 可是永康他發展的時候 沒有商業區可用 就他會變得是 有一種變得有點排擠 那如果說今天能夠重新 有沒有機會 譬如說像我們提的那個扶城區 就是他的變動可能是行政區 或者是所謂都市計劃區的 劃定的改變 可是因為這樣的劃定改變 他面對的問題就會比較聚焦 那他可以用的工具 或許會有變多 我記得當時一開始 林青龍來當副市長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概念 我們那時候也非常認同 可是也不知道怎麼推 叫做準特定專用區的概念 就是說我這些容積那麼多 可是我不是讓你永遠擁有 我會盯個落日 說這個20年後 這個沒有用我會遞檢 那我有個總目標說 我的市中心 最後發展的樣子是這樣 可是我現在給你 我沒有拿掉你的 可是我是遞檢中心的 就是說因為你沒有積極使用 那當然會有狀況是 他會覺得很擔心趕快去蓋 可是當然也有一定的引導說 他蓋的時候也要省移 他也不是說隨意亂蓋 那如果蓋不完他就趕快移走 容積我們還是可以容積移轉 會移走 那我覺得也許他會促成 另外一種經濟動能也不一定 那最後目的也 我覺得他我覺得現在需要一定不是 過去的工具跟觀念所能解決的 一定是全新的工具跟觀念 才能夠解決現在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也是說 我剛剛強調其實保存是一個很前進的概念 它其實不是愛救東西 它其實是一種因為對過去的環境 或對那個文化的某種喜好 可是你要往未來上來講 你要對未來讓這些東西能夠保存下去 找到一個出路 我覺得它是一個這種負責任的是 往前看又往後看的概念 那所以它一定會需要 現有的工具我只能告訴你幾乎無解 那我們需要新的 那新的有可能有些部分可能是地方可以處理 有些需要中央立法 有些需要走偏峰走那種特別的路子 因為我們畢竟是成文法 就是我總是走那種你也沒有說我違法 沒有說我不違法我就先做了 然後讓真的做出 像其實老屋現在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依照建築法 你很難拿到合法使用執照 可是你現在大家都用那麼起勁的時候 政府總會覺得那我這樣全部抓也不好 不然那一張6萬可以賺翻了 700多間各計一張6萬 一年稅收就多少了 都是違規使用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只有聚在這邊 其實大家無非都是想討論 所謂一個新的治理方式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大家去 如果以後大家可以互相再去多一點的討論的 我確認一下上面沒有新的問題了 好 那我們這個場次已經延誤了快15分鐘了 那就先在這邊結束 然後我們下一個場次是3點半的時候開始 那這邊這個時候就請大家都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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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